我是D哥 瞧我在野外发现了什么 我的天哪 一只虎背熊腰的剑制虎 直接盘掉了一个小钟形的猛马像 哎呦不好 他似乎发现我了 丢给他一个蜂巢 让他好好尝尝 哇这小家伙 哎呦好一个熊扑 这下糟了 我身上的诱饵已经空了 哎赶快的抓紧制作两件 现在小蜂巢困住了他 我还有机会 再扔一个给他尝尝 喂我说老兄 你怎么专攻我下三路 不地道不地道 看我给他丢两个手里剑 让他尝尝 哎呦我这促弱的腰键盘 我这委屈骨 啊这板不行了 不能和他再坚持了 来给他丢个诱饵 这家伙吃软不吃硬 拿出诱饵靠了靠了 然后顺机直接放进 来吧小宝贝 这小脾气 可比我之前驯服的战神还要暴躁呢 嗯本宫搞定 不过和我的战神的区别是 他身上有花纹斑点 这黑眼圈一看昨天晚上就没少刷朋友圈 瞧他这一身 刁悍的剑子肉 干掉一只中型的猛马象 肯定是轻而易举的 所谓 螳螂捕蝉 王雀在后 这不 驯和了他 咱们也直接获得了猎物 为了测试一下 他的真正威力 我又找到了一个大型的猛马象 来 让他直接上去盘了他 人在江湖飘 哪有乖刀 让他也常常哭 你压得敢撞老夫 出 给他一毛 还好 我的部落族人及时赶 多过一劫 这个小家伙 终于知道厉害了吧 嗯 干得还不错 本来今天的任务 是出来寻找材料 升级下午的时髦 但是 看到了这么可爱的小家伙 呼 咱们就去打打猎 继续寻找 更凶猛的猎物 这一只剑子虎 眼神 异常犀利 比我的战神还要凶呢 该给他起个什么名字 比较好的 他的身上有斑点 有花纹 看起来非常不错 兄弟们 要是有什么好的建议 都可以留言告诉我 但是 名字 一定要比战神 还要霸气 好了 废话不多说 咱们继续寻找猎物 好棒呀 发现一个 大角鹿 我的天哪 这么大的鹿角 还是稀有白色品种 哎哟 我这个乖乖 今天可真的没少吃屁对 干得漂亮 剑子虎直接锁好 直接一个熊豹 把大角鹿抱在了地上 Nice 搞定了 不错不错 给他鼓个掌 今天又是满载而归的一天呢 心情不错 今天的运气真的好 虽然说今天是愚人节 不过老弟的运气还真是不错 收获了一个凶猛的建议物 而且我还收获了一头猛马像 还有一个大角鹿 嗯 收获满满 晚上能带个妹子 安心的撸串了 嗯 又是美好的一天呢 虽然不是情人节 嘿嘿 找个女人人 咱们晚上 好好地开一个 狗伙儿 party 这想法 估计 肯定是前无古人 偶来者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